中国古典舞呢 它是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 一直在异代的民间 在历代的宫廷 在古老的戏剧中流传着 是建立在深厚的传统美学基础上的舞蹈艺术 比如说 它吸收过戏曲舞蹈当中的东西 但是你要是把那个原来的戏曲 舞蹈的这个套路 原封不动地搬到这个舞台上 它和这个就有一定的差距 不只是这个了 比如说这个武术的套路 还有芭蕾舞的这种表现方式 就是说 有关古典舞的这些 它包括它的形神进律的这些重要的因素 那么在我们的中国古典舞里 都应该有比这个表演里头 要有比较好的体现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次大赛呢 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明确 什么是中国古典舞 它和原来它的兄弟艺术门类 甚至有一些是对中国古典舞 做出很大贡献的这些艺术门类 它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最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是舞蹈 那么我们希望呢 通过这次大赛呢 大家都能为发展和推动 中国古典舞 这个纯正的中国古典舞 并使它走上世界舞台上 做一份贡献 做一份贡献 它舞蹈只有两分钟 没有办法表现一个什么样的大的意境 一个瑕士在荒原里行走 这样一个议题 中国古典舞呢 它的与会非常丰富 背靠五千年的中华神传文化 那么在这个里面 它吸取了很多就是说 中国文化的这个赋予它的 很丰富的表现力了 那么它吸收了一些 不同门派的这个艺术 那么有融化在自己的 这个舞蹈体系当中 所以它的这个表现力呢 很宽广 比如说什么样的情节啊 什么样的故事啊 什么样的人物啊 对吧 那么什么样的情绪啊 它都可以表达 5.5的动作当然它非常丰富了 那么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四腿皮擦跳 这是一个比较空中的 比较高难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 它还有什么飞脚啊 就是你踏起来以后 这个腿片过去 那头盖过来 在空中完成这个动作 那么还有我们叫蛮子了 什么叫蛮子呢 侧空翻是守不着地的 是空手的侧空翻 就人一甩就过去了 那是一个侧空翻 还有就是说 它很多舞姿的转 有很多舞姿的转 比如有些踏海转呢 有踏海转呢 很典型的就是扫膛踏海 就是它在地下腿啊 在地下盘完了以后 起范儿以后 后腿转起来 一指后腿踏海转 这是一种转 踏海呢 就是腿抬起来 手在这个舞姿 一个姿态 它转起来 保持着这个姿态在转 它不是光是一个直立的 它在中间呢 还有抬腿 还有抬手 还有呢 这个阴身 它就都包含在里边了 那么就是说 你要在保持着这个皮 一个非常完美的 舞姿的情况下 你要做转 两个圈 三个圈 就这样的 就这种转 古典舞里边 比较跟芭蕾不同的 芭蕾没有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端腿 就是腿啊 就是伸出几口端起来 那我们现在这里 就叫胯腿转 你起来以后 把腿挽回一胯 这是古典舞里 比较典型的 穿翻身嘛 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 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样子 也可以打直线 也可以打圆线 而且在这个 穿翻身过程当中 它也可以加一些 吸腿的跳的动作 所以就是说 随着你技术的这个 看你技术的这个掌握了 由低到高嘛 你还可以做难度更大的 5.5里边呢 它有一部分就是说 是就是训练你的控制能力的 那么就是你的那个 关节和忍带 你必须把它打开了 你才能够那个 做一些高难度的控制 比如说人 他现在是直立站的 那么跳舞的时候 他可能要把腿 扳到这儿来 那这个动作就叫朝天灯 那可以有前的 可以有旁的 朝天灯 那么还有呢 还可以有像后的 后的呢 它就不叫朝天灯 叫金关 就这个腿从后边起来以后 人拿手扳住 或者跳起来 这个时候 腿往这儿提 然后人立起来 像后的 这些动作 都是5.5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了 也是就是说一般的舞者 那他就是基本上具备的一些能力吧 就会说一般下来 那样的帮助 也就是说一般的 这种帮助 这种帮助